心动的信号5已慢慢接近尾声 本周更新第八期 素人嘉宾们的感情动向也逐渐明朗 6万CP李婉倩和郭浩然 雪球CP王邱义和薛哲阳 预言CP李聂双玉和张根源 甚至最后来的女嘉宾金家月 也能看出来她更倾向于陈宗伦 大家还记得在素人嘉宾们入住 心动小屋前有发过三次心动0吗 在心动的信号5第八期上半期中 三次心动0互选的嘉宾 进行了一次1v1的约会 张根源因为没有互选 所以没机会 而薛哲阳则付两次约那吗 嘉宾们都密聊了啥呢 雪球CP王邱义薛哲阳甜蜜蜜聊 像极了情侣纪念日 落落大方的王邱义在心动 小屋里也是个非常坚定的人 王邱义除了还没入住心动小屋 前的第一次心动0发了郭浩然外 其他的都发给了薛哲阳而且 之后心动信息发的人也是薛哲阳 一直坚定的选择薛哲阳 就像张根源一直选择里面双语 在没入住心动小屋前 王邱义和薛哲阳献上云衣时 就是互相所以 这次的一位秘密聊中 王邱义和薛哲阳就是其中一组 王邱义是生活在一个充满 爱充满欢乐的家庭长大的 所以在节目中可以看出 王邱义是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而薛哲阳有点慢热也有人防备 在两人的EVE谈话中 更能显出王邱义有引导薛哲阳的作用 薛哲阳和王邱义约会还是有点紧张的 但是约会氛围还不错 王邱义是个高情商的人 能给你压力也能一句玩笑话让你放松 说实话这期的王邱义真的很美笑得很甜 个人觉得王邱义是个非常难得的人 总的来说王邱义和薛哲阳这次的约会 不仅回忆了一下之前的情景 聊的话题也更加的深入两人的约会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过情侣纪念日呢 复完王邱义的约后 薛哲阳又收到信息 去复另一场约其实就是李念双玉 在入住心动小屋前露营那晚 薛哲阳和李念双玉就是互选 在这次密聊中 李念双玉和薛哲阳聊了很多 聊到了第一次约会 送专属汽水送榴莲等 原来在第一次约会时 因为两人都在抢话 让薛哲阳感觉李念双玉对自己不感兴趣 所以 约会到晚就没发心动信息给李念双玉 而李念双玉没收到信息 也觉得对方对自己没兴趣 两人从这里就开始有误会产生 另外对于薛哲阳把自己送的榴莲分给其他人 李念双玉也有点不开心 可能也因此让李念双玉 觉得薛哲阳对他兴趣不大吧 而后李念双玉和张根源约会又发现了他的不一样 之后顺其自然的两人慢慢的走得更近 通过这次约会 李念双玉和薛哲阳解开了误会 也扰乱了李念双玉的兴趣 对一开始嗑双氧水CP的网友来说 一难平吧 不过 从自从不用猜别人在想什么的之后 我就变得 特别的快乐 行动大于一切 可以看出李念双玉和张根源是稳了 其实李万一旅婉茜和郭浩然的相处 也是李万一一起引到作用 李万一和郭浩然在三次心动灵中 就有两次互选 在这次密聊中郭浩然和李万一也说开了 知道了自己之前的行为不对 而李万一也表示自己懂郭浩然的意思 李万一和郭浩然谈话 两人的有效沟通是很重要的 有问题时 即使沟通即时解决 要不然可能一不小心就会错过 李万一和郭浩然在这次谈话中 又好像回到了两人首次基础 而且 两人的心动信息也像极了最初的时候 而后面来的三位素人嘉宾 金家月 陈宗伦和孙星 之前郭浩然和后来的陈宗伦 和孙星都对金家月有兴趣 目前郭浩然已说清楚了 而陈宗伦和孙星对金家月热情不断 金家月都和陈宗伦 孙星都约会过 但目前看金家月有意和孙星保持距离 感觉金家月更倾向于陈宗伦多一点 大家觉得呢